凯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听说 你和保密局上海站韩站站 关系不错 这么秘密的事 黄先生都知道了 我真是奇怪呀 你怎么知道的 该不是找人跟踪我吧 你不是每天忙着不可开交吗 怎么会有时间来管佳玉的事情 这个啊 你们都冤枉我了 是这个样子 我呢 想给佳玉介绍个对象 一个书呆子 大学教授 这个人呢 做事非常认真 他呢 居然找了个私人侦探 去调查佳玉 我就跟他说了 你这是搞对象呢 还是查户口呢 找私人侦探 这未必也太夸张了吧 还喜欢你 我说什么呀 对了 如果他要是人好 人品不错的话 那也行 反正我现在是该嫁人的时候了 是啊 那可不行 我一听他这么说了 我就说 算了吧 你说呢 还没认识人呢 就开始查家底了 以后怎么过啊 你说是不是 如果这像龙杰说的这样呢 我觉得这样的人啊 没有诚意 你别去理他 看你说的 我理谁去啊 我连人面都没见过 就是听你家先生说了这几句 听佳玉这么说 感觉我事没事找事 好 以后我知道了 乡人哪 先乡照片 接个电话 喂 怎么 有这回事 好 好 我马上到 你说吧 想偷个老都不行 公司有急事 我马上要走了 佳玉 你陪慧云多聊会儿 慧云 今天是七号吗 是啊 你不要告诉我 您也有事啊 刚才你先生一接这电话 我才想起来 我真的约人了 一会儿得跟人见面的 真无聊 说好了来了以后不走的 算我对不起你啊 改天我再过来陪你好不好 好吧 龙杰 你送佳玉一程吧 好啊 走吧 那我先走了 走吧 佳玉 上车吧 我烧你一段 不用了 我去和平官邸 不顺路的 和平官邸 那可是 汤恩伯汤司令的公关 韩天石 帮我约了刘副司令 你说我赶不去 看来佳玉和韩战长的关系 真的非同一般 你的背景也不浅啊 要不然 怎么敢一个人 独闯上海滩呢 咱们改日再续吧 说不定我们还有什么机会 一起合作 做生意呢 没问题 帮忙车 好了 那我先走了 再见 怎么样 有消息吗 队长 已经发现秀秀了 她现在正在邮局呢 太好了 一定要保留秀秀的安全 我敢肯定 她一进再转移东西 这很关键 也很危险 我怕我们一出去 会被黄龙杰的人盯上 这样反而成了带路的人 你去看看吧 我敢肯定 她把监视我们的人都撤了 好 队长 你是怎么让黄龙杰的人撤人的 要打小鬼 借到钟馗 不过这个钟馗啊 是要花点香火钱打点的 韩将长吗 我是佳月呀 我跟您打电话 一定会让你心情舒畅的 本来应该亲自过来见您 可是码头上又来了一批货 我走不开 你放心好了 您的事肯定没问题 不过 实话告诉你吧 还有别人也盯着我 所以啊 我得请您帮个忙 到时候她问起来的时候 千万替我挡一下